格林多前书 第十章 弟兄们,我愿意提醒你们, 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都从海中走过, 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了喜而归于梅色, 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 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伴随他们的神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他们中多数不是天主所喜悦的, 因而倒闭在旷野里了。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为叫我们不贪恋恶事, 就如他们贪恋过一样,你们也不可崇拜邪神,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敬拜过一样, 如同经上记载说, 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乐。 我们也不可淫乱,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淫乱过, 一天内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我们也不可试探主,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试探过, 为蛇所歼灭。 你们也不可抱怨, 就如他们中有些人抱怨过, 为毁灭者所消灭。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一切事, 都是为给人做见解, 并记录了下来, 为劝诫我们这些生活在世末的人。 所以, 凡自以为站得稳的, 不要小心, 免得跌倒。 你们所受的试探, 无非是普通人所能受的试探。 天主是忠信的, 他绝不许你们, 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 天主如家给人试探, 也必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够承担。 为此, 我亲爱的诸位, 你们要逃避崇拜邪神的事。 我想我是对明白人说话, 你们自己审断我所说的罢。 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掰开的饼,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 因为饼只是一个, 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 你们且看, 按血统做以色列的, 那些吃祭物的, 不是与祭坛有份子的人吗? 那么, 我说什么呢? 是说祭邪神的肉算的什么吗? 或是说邪神算的什么吗? 不是, 我说的是, 外教人所祭祀的, 是祭祀邪魔, 而不是祭祀真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邪魔有份子,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邪魔的杯, 你们不能共享主的言习, 又共享邪魔的言习。 难道我们要惹主发怒吗? 莫非我们比他还强吗? 凡事都可行, 但不全有意。 凡事都可行, 但不全助人建树。 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 但也该求别人的利益。 凡在肉世上买来的, 为了良心的缘故, 不必查问什么, 你们只管吃吧, 因为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 若有一个无信仰的人厌请你们, 你们也愿意去, 凡给你们摆上的, 为了良心的缘故, 不必查问什么, 你们只管吃吧。 但若有人向你们说, 这是祭过神的肉, 为了那指点的人, 和为了良心的缘故, 你们就不可吃。 我说的良心不是自己的, 而是他人的良心。 那么, 我的自由为什么要受他人良心的束缚呢? 我若以谢恩之心参加, 为什么我要因谢恩之物而受人责骂呢? 所以, 你们或吃或喝, 或无论做什么, 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 你们不可成为犹太人或希腊人 或天主的教会跌倒的原因, 但要如我一样, 在一切事上是众人喜欢, 不求我自己的利益, 只求大众的利益, 为使他们得救。